庆祝妇女节也鼓励大家多加的阅读 花莲市公所推出了 你来借书我送运动卷的活动 只要在3月7号、8号两天 在花莲市图书馆借阅三本书 就可以获得女性专属的运动馆体验卷一张 市长魏嘉贤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阅读运动 更提醒男士朋友要尊重女性 祝所有的女士们妇女节快乐 庆祝妇女节也能够换个方式 花莲市公所推出了 你借书我送运动卷的活动 只要在3月7号、3月8号两天 在花莲市的图书馆设借阅三本书 就可以获得女性专属运动馆的体验卷一张 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 我们前期有一些好玩的活动 特别是在我们图书馆的部分 我们针对我们所有来到我们图书馆来借阅书的 在这个礼拜六礼拜日 那借阅三本书就可以获赠 女性的朋友们就可以获赠一个体验券 运动场域的体验券 那我们也欢迎所有姐姐妹妹 都能够来借书运动 然后得到好的身体 才能够照顾自己的家庭跟自己 那我们希望说在三八妇女节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有配合一些节庆的一个方式 也有一些线上的一个 妇女相关的一些书类的 可以大家来借阅 那我们图书馆也会推出一些好玩 有趣 对于针对妇女的部分的一些书籍 也欢迎大家看书运动 然后得到更多的健康 那再次要呼吁大家 尊重我们身边每一位女性 也爱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女性同胞 那祝福大家妇女节快乐 华联市立图书馆表示 馆藏当中有许多适合女性阅读的书籍 不论是健身保养 智慧理财 居家生活 都能够更充实女性内涵 市立图书馆还有线上电子书 可以让女性朋友来阅读 而赠送女性专属的运动馆体验券 更可以让妇女们培养运动习惯 塑造美丽线条 还有健康体魄 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 华联市公所鼓励姐妹们当个知性美人 充实自我 也可以让生命更加精彩 不议节来借书 受健康 绝对会欢迎市报道